好 目前各地的援助物资都送到了灾区了 其中还包括了美军昨天送来的1万多磅的防水塑胶布 不过这些物资却从台南基地运到了高雄骑山 然后又回到了原地 整个过程是相当混乱 美军C13栋运输机16号下午载着第一批救援物资抵达台湾 这1万5200磅的防水塑胶布要提供灾民搭盖帐篷之用 美方火树送达第一批救援物资 就立刻运送到高雄骑山军方营区 没想到最后又送回台南基地 因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根本没说要用在什么地方 交给谁好像院里面还没有 整个重建委员会还没有做最后决定 我们检讨之后我们认为不宜送到骑山交通不方便 所以再把它从那边给调回来 无关横向的联系了 我想我们还可以在经济检讨 救灾物资运送的混乱 在国内的物资分配更出现了问题 像是高雄县骑山国中 这一袋一袋的黑色塑胶袋 都是台湾各地捐赠的衣物 义工分门别类就得花上一整天 我都比较旧啊 哪有什么办法 所幸其他各国送来的原住品 由各部会直接统筹分配 已经顺利分类 包括以色列的进水器 设备已经在六规乡公所 澳洲的手动消毒机 送到屏东红十字会 德国提供的睡袋帐篷 分送南部的红十字会 新加坡提供的医疗用品 也送到了医院 至于中国捐助台湾 1000间的组合屋 首批100户 已经由海运装载送来台湾 估计周二抵达高雄港 政府将立即送往台东 希望在24小时内 提供400个灾民 有临时住所 记者综合报道